盆腔炎影响怀孕吗? 张俊肖,西北妇女儿童医院,妇科,主任医师。 一般就说盆腔炎的话,它有急性的,也有分成,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慢性的,就现在所谓的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。 当然如果是急性的盆腔炎,那就得需要正规的治疗, 就要用联合应用,尽早用,足量地用抗生素, 然后的话要治疗两周,彻底治愈,不免得留下后患, 就是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。 如果是变成了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, 就是以前所谓的慢性盆腔炎, 这种的话如果影响苏蓝管的通透性,通畅性, 还有的话有年年,它有可能就影响了润身, 尤其是苏蓝管,比方说有积水啊, 这些那就可能都需要做手术。 至于是不是有那种苏蓝管积水, 比方说病人结婚了也厚了, 有生育要求一年以上, 这种的话那就需要做噪影。 如果噪影发现了苏蓝管有积水, 那就得需要在月经干净三到七天, 然后做微创的手术,一般都是腐腔筋。 专家提示, 一,如果是急性盆腔炎, 需要正规治疗, 尽早联合应用足量地用抗生素, 一般不影响怀孕。 二,如果是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, 急慢性盆腔炎, 影响苏蓝管通透性、 通畅性或者粘连, 会影响怀孕。 三,如果苏蓝管积水, 会影响怀孕, 需要做手术。 四, 有生育要求, 一年以上胃孕, 需要做噪影。 噪影发现苏蓝管有积水, 需要在月经干净三至七天, 做腹腔镜手术。